国安十家任意球第十位,杨浩 2003年8月3日,是北京奥运会会徽发布的日子 然而在公体进行的一场甲A联赛当中 国安队主场1比3惨败给沈阳金德 不过本场比赛也不是一无是处 刚刚升入一队的小将杨浩中场前发现的这叫任意球 让北京球迷记住了这个年轻人 而杨浩在当年的足鞋杯半决赛中上演任意球绝杀好戏 现在想想,是那么的顺理成章 国安十家任意球第九位,黄博文 08赛季的国安队最抢眼的明星 无疑是当时红得发紫的黄博文 而他在赛季末主场队认长杀金德的比赛中 打击的这叫任意球绝杀,可以说是他当年的最佳锦球 无论是力道 角度 还是胡线,都让前国门宋振瑜鞭长莫及 诶,巧了,怎么又是宋振瑜啊 国安十家任意球第八位,邓乐军 1996年国安4比1立刻挤南泰山,手捧足鞋杯桂冠 还会有多少球迷对邓乐军的这点任意球记忆犹新呢 尽管这是一脚锦上添花的锦球 不过,米勒的绝妙弧线,彻底让公体还翻了天 国安十家任意球第七位,柯内赛 又是足鞋杯 2003年国安队在足鞋杯的决赛中遇到了兵强马装的大连队 赛前谁都不看好国安 不过,匈牙例外员柯内赛 在开赛不久就贡献了这样一脚石破天惊的重炮轰门 这几任意球极大鼓舞了全队的士气 也为最后的三比零大胜捧杯埋下了伏笔 国安十家任意球第六位,小王涛 还是足鞋杯,这一次回到了2000年 决赛中的对手也换成了李章珠率领的重庆队 在双方首回合的比赛中 主场作战的北京国安凭借着小王涛的圆月弯刀占得了先计 一直以来人们总认为小王涛是头重脚轻 其实小王涛也是个定位球高手 国安十家任意球第五位,曹宪东 盘点国安的定位球好手怎么会落下头倍呢? 像当年威震足坛的金左脚之名号可不是随随便便分的 95年甲英联赛主场对阵上海申花 在仙农坛斑驳的草地上 曹宪东这较华丽的任意球 显得是那么的格格不入 国安十家任意球第四位,邵嘉义 在浩瀚的北京足坛散落着许多璀璨的金左脚 人质、陶本、陶队长 邵嘉义也是其中的一位 2000年甲英联赛主场对阵大连 这叫长虹贯日般的任意球破门 就是他的得意之作 国安十家任意球第三位,李毅 李毅大帝曾经在99年效力过国安队一个赛季 其他的印象不深了 但是他和李东波之间这较绝妙的战术任意球配合 相信还停留在够段位的北京球迷的记忆深处 国安十家任意球第二位,陶伟 这是距离现在时间最近的一角破门 但是这注定是会被记入中超史册的一粒进球 距离球门之远 吃球部位之准 力道运用之足 陶伟的这叫天外飞仙般的怒射 放到哪个联赛 肯定都是赛季末的十家球 国安十家任意球第一位,高峰 之所以把高峰的这条任意球排在第一位 只是因为它包含的意义太过深远 在95年末那个寒风刺骨的下午 那个激情赛季的最后一次爆发 得益于这一角冲天暴赦 而高峰在进球之后 滑翔机式的庆祝动作 以及仙农坛漫天飞舞的制片 也成为了我们心中永远无法替代的经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